好的 那重重这里边呢 临时给大家补发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就是关于一个 左词是一个最无耻的 主攻武将的这么一个讨论 我给大家重新复盘一下这盘录像 那么这个视频呢 它这个因为优酷转码的问题啊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我绝对是超轻MP4 是模影转的 但是优酷转码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 个别的视频就会给你呈现高清的一个状态 也许是因为高清 所以呢 也许是因为高清而不是超清 所以大家呢 可能没有详细的 或者是仔细的看到每张出牌跟每一个牌 可能会影响大家对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判断 那重新呢 给大家复盘一个这个视频 我们呢 前面的话可以快进 我们主要来看一看结束的时候 关于孙坚 布链师 还有主攻 他们进主内反的时候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讨论 以及这盘录像 我到底想和大家表达的是什么观点 好 我们这里边给大家留好身份啊 貂蚕中 王毅中 刘峰是反贼 原主狂反 鸟鸟是反贼 好 孙坚是内奸 然后曹丕是一个反贼 好 这局比赛呢 就是由于布链师前期被盲拒道了 然后呢 这个 所以呢 反贼刘峰没有距离 刘鞋没有距离 曹丕是白板 所以呢 打着打着就变成了一个这种 主中略有优势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 我们看一下呢 这盘比赛一共打了22分钟 那这个 主攻最后亮出了一个输出型的法 是吗 实态是词 利用刘峰的逆 开始进行双杀的输出 就是瞬间就变成一个主中的优势局 虽然说这个王毅被翻面了 但是王毅真的不怕翻了 回合外的这么一个 不能说是回合外的武将 就是王毅暂时是白板 翻他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不是说 可以进行这个 真烈的这么一个武将 可以说呢 反贼初期都是在被压着打的 而佐词没有进行 就没有人去打佐词 大家都在秒貂蝉 所以呢 这个没有 佐词没有 前期没有很好的卖化身的机会 对吧 火力都去打貂蝉了 这也就是说 这个佐词主他卖人的问题啊 那曹丕特这刀杀了是有问题的 你帮他卖什么化身 肯定是要杀貂蝉 大家急火貂蝉 难道不杀貂蝉吗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说 他是得有多怕死 大家都在急火打貂蝉 反贼流风一血 流邪一血 对吧 只有不练师 一个人有距离去打佐词 而且佐词是没有手牌的 流邪想拼点 掉佐词的血 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你的貂蝉还凉血呢 大家打貂蝉 打得不亦乐乎 你这里边 只有三个化身 已经亮明了 对不对 你挂步区 三学裸奔挂步区 反贼有那么强的火力 去瞄你吗 好 他挂步区 那这是 他不跟我一伙的 他愿意挂不去就挂呗 对吧 跟我没关系啊 你最好逃跑 最好离线 穷穷躺 也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好 我们往后看一下啊 那好 穷的 流风穷的是没有闪 好 这里边呢 他这个牌呢 就是 给这个貂蝉 也没有太大问题啊 但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很可能 王毅就成为下一个 急火对象了啊 那我们往后看 对吧 主中方是 前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优势 在这里的 因为反贼位置的原因 也因为反贼技能的原因 对吧 这个裸奔的流鞋 是被貂蝉玩客的 一里见一个准 好 那现在我们还是 继续去打貂蝉 主要也是因为 草皮能够得到貂蝉 好 他这次终于是要翻貂蝉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小内这里边 就是正式挑内 然后这个 决定去抢流鞋的这个人头 然后顺便贴命 对不对 刷刷牌 因为他血是最多的 好 人头没强到 我们的主攻啊 在游戏进行到 也就是刚刚开个小头 主中有优势的时候 他居然挂出一个不屈来 是吧 那这边刘峰没有偷牌 然后可能他是断杀 可能是没有大点 然后三血两牌 继续打 我都不知道 谁会去打佐词 这王英一血 貂蝉两血一张牌的 我们打他们打得不亦乐乎 谁会打你佐词啊 无懈可击 乐不思蜀 我将尽我所能 他这个给牌有问题啊 他给出这一张顺手牵羊 嗯 应该 我觉得应该给主攻啊 给主攻牌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 撸到这个顺手牵羊 概率不是很大 这样的话呢 就直接把乐顺掉了 这里边呢 我们乐貂蝉 因为这个 不确定啊 貂蝉是我奔的 刘峙这个拼点 可能打不出输出 只有曹丁一刀杀 不确定能不能撸掉貂蝉 我们这里边 就是乐貂蝉我一下 因为再理解一下 这个刘峙也好 刘峰也好 都是 都是很难扛过去的啊 那这里边 他选择 就先把王毅给收掉了 咱们看一下啊 那边这里边 就是这个 抢了这个刘峙的人头 曹丁收尸 我们看 这里边应该是八卦啊 给自己起神装了 这简一码可以留着 曹丁爱杀雕像就杀呗 好我们看看啊 就是说现在他 没有挂探词 也可能是断杀了 因为有大点的话 可以考虑去拼一下的啊 这里他不太懂 方天发动条件 方天三杀条件是要求 你要有最后一张牌 就是你要有最后一张手牌 才可以的啊 不然的话 你光利用刘峰能力 是不能三杀的 因为你没有最后一张手牌啊 那这个就是刘峰已经上线这么久了 这是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啊 寒假的时候 一起玩的 好貂臣年轻 对不对 刘峰 刘峰这个断闪恩多伦了啊 肯定会留一张杀防离剑的 对不对 你这个年轻啊 太年轻了 好 不连是这本撸曹丕的 撸一下内奸续报 那现在他两血 裸奔 挂一个不屈 是可以理解的 破敌军阵 父亲地会刮目相看 好 我们天过乐 但是没有距离 扔牌 也不能杀孙坚 对不对 杀还没有什么意义 我还是就是不断杀 但是没用神啊 咱们看一下 孙坚的虚报啊 本局比赛这个AOE没有放起来 所以曹丕卖血 一直是靠拼点来卖的 对吧 这个难瞒 然后曹丕一翻 刘峰收个诗 然后收个诗看自己有爆发 好 我们看一下 不连诗这个火弓 把闪扔掉了 然后呢 亮了一个明闪啊 好 然后现在 现在就到了这场比赛 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不去考虑 孙坚还有没有其他的牌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 有决斗什么的 他是不会开这张万剑的 因为拼八卦 对吧 现在是什么状态 内奸呢 收了人 一回合内 这个刁传没有 没有 收刁传没有人头啊 内奸一回合内 收了两个反贼 那么也许南蛮是他虚报的 也许万剑是他虚报的 这都不一定 但是呢 嗯 嗯 这个可能 南蛮可能是收人来的吧 因为他先决斗了就疯嘛 那这里边呢 他开万剑启发 佐词现在是五个化身 然后呢 佐词给大家亮的是不屈 这个时候 焦点就在这里 大家都觉得 佐词状态很差 觉得佐词是挑不过孙坚的 因为孙坚有八卦 因为孙坚有英魂 因为等等等等 各种原因 对吧 而且孙坚如果说 这八卦有50%的概率 判黑 判黑的话 孙坚又拿不练师的人头 不练师能不能追一佐词 这是个未知数 如果我是不练师的话 我想我是不会追一的 因为反贼已经输了 没有必要再追一主攻了 这个结束的话 我们开下一盘 不结束 佐词要是说 能吃到桃子等等等等 跟那间单挑 那就是他们俩的事情了 我是不练师 我是绝对不会选择追一主攻的 我是反贼不练师 我是不会追一主攻的 那这个佐词这里边 开万件开出去 说错 孙坚万件开出去 不练师的八卦 受50%的概率判黑 那么孙坚会收掉他 但是不练师也会 也会有50%的概率判红 那么判红的话 不练师可能就会活下来 因为孙坚已经出过杀了 不练师已经把闪出出去了 那么如果不练师活下来的话 如果佐词现在不去一张牌 他肯定是不会死的 因为他现在没有不去牌 他现在不去一张牌 他是绝对绝对不会死的 那么到佐词的回合 出牌的话 佐词如果能摸到一颗桃子 或者说不摸到桃子 我就摸到一张杀 受了不练师 受了不练师 拿三张牌 如果能起来血线的话 比如说我就 把不去的张牌扔掉 去掉 然后我可以挂一个 其他的化身 跟孙坚慢慢耗 如果说 如果说不练师的八卦 判黑的话 那不练师就被孙坚 收了 那可能佐词要单挑 用不去化身 单挑一个 这个八卦 将来可能会是 七八张牌的这么一个孙坚 他没有什么希望赢 但是 这是50%的概率 左词现在有50%的概率 可以赢这场比赛 对吧 就是他的回合内 收不练师 自己拿三张反贼奖励牌的人头 甚至说 他收不了不练师 他可以 我这里边 裸摸一颗桃子 我把不练牌扔了 然后也许我有老诸葛 也许我有其他给力的化身 都不一定 对不对 这都是不一定的事情 那如果你不摸一张杀 摸一张决斗 也可能会把不练师收掉 对吧 因为不练师是裸奔的 手牌是透明的 只是挂了一颗八卦而已 而且呢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佐词自己去选 他这个时候 仍然有机会赢 赢的机会 就是他挂不屈 这是一个大前提 他只有不屈 活下来 才可能在这场比赛中 以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去胜出这场比赛 当然 这个概率 有可能会低于百分之五十 因为孙健的状态好 因为佐词 不一定能收得了不练师 也可能你跟我说 他收了不练师 也不一定来桃子 但是这些都是未知的 你只要不屈 挂不屈 进不去状态 你就有机会 去赌这些未知 去赌一场游戏的胜利 你都打到这里了 对不对 你的两个忠臣 咱们不管忠臣王毅选将如何 但是王毅 也帮你打了 对吧 也尽力了 那好 然后呢 佐词没有选择不屈啊 好 他是直接死了 好 然后这边 这边孙健是没有桃子的 孙健有桃 肯定会救他的 对吧 因为救了主公 主公活了 那孙健有机会赢 然后这局比赛就结束了 因为佐词死的时候 不练师这个万剑 还没还没过不练师啊 那我们看一下孙健的手牌呢 他是有一张无蟹可击的 他这张无蟹没有给佐词打 他是没有桃的 为什么没有给佐词打呢 原因非常的简单 是因为佐词自己挂不去 而且佐词有50%的希望 去继续打这场比赛 并且有50%希望去赢的这场比赛 但是佐词自己放弃了机会 对吧 为什么我不给你打无蟹 如果你是一个孙权 我会不会给你打无蟹 如果你是孙权 我肯定给你打无蟹 因为你没有不去这个技能 你死了 我没有桃子 我瞬间就输了 因为你有不去 你挂的是不去 这条路是佐词自己选的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挂不去 一直挂到什么时候 这是佐词自己决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盘比赛 这个观众们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好的 这个视频呢 是这些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评论呢 是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评论 其实呢 在原来的这个视频呢 从头讲到尾 也就是14分钟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观点 讲得很清楚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评价 对不对 那前排抢沙发的这些 过来这个打酱油 顶一顶啊 日常牵到的观众我们就不说了 好 我们看一看 每一个人对他评价是什么样的 有人说有无虚的毒条 孙坚不给主公打 孙坚天命弃桃了 主公想让他出桃救 不去尽单挑肯定输 好 前面这些 这些话是他觉得 他站在佐词的那个角度想 哦 是这样的 孙坚可能有桃 那么我们天命弃桃的时候 反贼还都是凉血 曹丕凉血 不连是凉血 对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人打佐词 虽然佐词挂不虚 但是大家打 当时大家打都是貂蝉 佐词可能一时半会儿都用不到桃子 那我为什么要 我为什么不去桃子呢 我为什么不去抱呢 我孙坚大白板 我会断杀的 对不对 我扔的闪扔了桃天命 没有问题 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不去尽单挑肯定会输的 什么叫做不去尽单挑 是单挑吗 不去尽的很可能就是主内反 他说我也会选择不用不去让孙坚救 孙坚在他的回合是没有名桃的 然后这个人说算是内奸自己私票的吧 什么叫做内奸自己私票 主公你有不去啊 是你自己选择死的 如果说佐词没有不去 那明显是内奸私票 主公裸奔 没有桃子 你私票 但是佐词有技能的 那好比佐词是一个周太主 我们这时候就把佐词看成一个周太主 周太主打到主内反的时候 周太要不要不去呢 周太他可以选择不去 他可以选择死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主公是要远远强于周太的 你一旦能把不去那张牌拿掉 比如说你在回合内裸摸一个桃子 你就可以换化身啊 你换了诸葛 或者你换等等等等等等的 你都可以换 对不对 你有机会 你还可以收了不练师的人头 然后再换一个化身 收了不练师的人头 你还可能会抢到桃啊 抢到无蟹啊 等等等等的 抢到一个装备 都是有可能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玩家说 对佐词主指示过 姜维和钟慧赢 那他可能是说一下 孙坚偏弱 或者是等等等等 隐藏的含义我们不清楚 他没有对孙坚进行一个什么评价 他的这个意思也就无非是说 佐词主内奸比较难赢 好 这个人说呢 可怜的内被坑了 这个人说的是 小内赢一场不容易 何必坑人呢 对大师表示深深的同情 谁坑谁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坑人 如果你坑了别人 你能赢 那叫做损人利己 对吧 你利己了 你最后是赢家 我们大家啊 鼓掌恭喜你 对吧 但是如果你损人不利己的话 那么 首先是你输 然后才是内奸输 大家一起输 损人不利己 那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佐词主损人不利己了 好 这个叫做兔子先生很爱你 他说我觉得 佐词是想坑 瞬间一个桃子吧 他用的词是坑 他没说我觉得 佐词是想瞬间救他吧 他用坑来形容 佐词希望瞬间出逃的那种心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佐词 想坑 瞬间一个桃子 那还是说佐词坑 我们看一看 纸和猛男搞机 那这个其实是百度一个玩家 叫小丽啊 嗯 他说玩佐词主的心态 其实跟大多数玩游戏的路人一样 为什么我要站在被动挨打局面来跟你玩 是我玩游戏 不是别人来玩我 这种心态我以前也有 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的话 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我两个工会的朋友 基本都会在最后进入主内单挑的时候 给那说一句加油 谁都可以当内 对别人好 也是对自己好吧 我想呢 他的这段话呢 既说明了他曾经有过坑内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心理 至于他现在什么样 他没有说 但是他会说 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吧 是的 八人军争生存局是八个人的游戏 无论你是主 是中 是反 是内 你都或多或少在一定的阶段 有一个盟友 或者是两个盟友 或者是一批盟友 你们的这种结盟是暂时的 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得这场比赛 好好的玩这场比赛 对不对 好 这个天天火流星 他说的是 我的房间主中自杀 自己撕票也好 小内撕骗也好 我都是特别的痛恨 佐词这种人 我这辈子不可能再陪他一起坑的 那么他的隐含意思也是 佐词这种算坑 好 我们看一下这位 他说楼上说对 内友无懈干嘛不给主打 既然都这么大优势了 就要想到一切可能的情况 好的 你的可能的情况包括什么 他说让主送反的办法都没有 真的是内奸自己私的票 凭什么认为主一定会不屈呢 他说就要想到一切可能的情况 这种一切的可能情况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主公坑内的情况 主宗非要死的情况 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亲啊 每天自杀的人有成千上百万呢 他非要死你拦得住吗 他不想活了 我们不推波助来送他一把 我们有人性对吧 他非要死 那亲你就让他死吧 早死早超生 早超生了早点去别的房间去坑下一个内 好 我们看一下喷香小宝宝的评论 他说的是不讨论佐词的选项 我个人觉得佐词最后打法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玩游戏谁都想赢 主公唯一可能赢的情况 就是内奸有一个桃 救他一下保持一血 我们看一下 他说主公唯一可能赢的情况 那么我刚给大家分析的是什么呢 我说了 佐词主有50%的希望去赢了这场比赛 赢的比赛的希望就是 他先活着 他先活着 然后收不脸时 或者说不收不脸时 他回合那吃颗桃子 对吧 那如果就算孙坚有桃 那你佐词 我救了你了 但是你完事 你又挂一个不区 然后不练师打你 对吧 不练师摸个九杀杀你 好 你九杀夸俩不区 一模一样的牌 孙坚这个时候想救你 都没有办法救 是不是 万剑 好 不练师八卦叛红 我也 我正好有桃子 我救了你了 或者我无血给你打了 打完了以后 那你最后还挂个不区 好 不练师 运气好 过了三张牌 咔嚓一个九杀嗨过去 你两张不去牌 一模一样 你是不是还是死呢 那个时候 我孙坚内 我想救你都没有办法救啊 我们 先保证自己不死 我们往下打 打主内反 无论是寂寞的主内反 还是强势的主内反 大家都有机会赢 好的 他说 主公唯一可能的情况 就是内有桃 救他一下 保持一些 好 这是他说的 我可以跟你说 这不是主公唯一可能的情况 因为你的认知 因为你对武将认识的理解 以及你对当时排局的一个偏差 这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情况啊 如果不进不去 还有一线的希望 对吧 进了不去 佐斯一样有希望啊 进了不去就输了 大家为什么就觉得他进了不去就输了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啊 因为那局当时有很多人在旁观 我选了一个张春华 在原主位当一个内奸 佐斯主 对吧 人家主公神手气 就是有藤家 好 佐斯不去两张牌 然后我就没有属性杀了 然后佐斯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就赢了 你知道吗 人家就四血神庄 我张春华还搞那个地方啊 这个 这个这个拆藤甲呢 对吧 就是说 RP 或者说是你不放弃的那种精神 对不对 那句妖孽是忠诚 妖孽始终就没有放弃 一直陪着不去的佐斯 一直在打 好的 那那局我就 我输了 我也就不给大家放录像了 对吧 拿到 悲惨的拿一个单挑分 张春华跳不过不屈的佐词 当时被我们公会的旁观的人 嗶嗶嗶嗶嗶 把我效法完了啊 然后我说 我可不和张春华啊 对吧 我又 我又 我就这强度 对吧 好 他说 这应该不算送反吧 玩三国杀 不要仇内 但也没有必要宠内 毕竟主中的胜率比内也高不了多少 公认的 online的内奸胜率是10%到15% 主中的胜率是30%到40% 我想 主中的胜率比内高也高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在哪里啊 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 高也高不了多少啊 他比内奸胜率高出两倍到三倍来 这难道叫做高也高不了多少吗 假如我一个月赚3000块钱 你一个月赚9000块钱 你跟我说 啊 其实我赚的钱比你高也高不了多少 你觉得 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种想删你的冲动呢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的观点就是认为 进了不去 就输了 就必输了啊 我看不出来哪里是必输 不是仇内也没有不要宠内 左辞没有 左辞做的事情啊 他进步区做的事情不是宠内 他是帮自己 帮自己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好了 至于这位叫大哥不上网呢 他说左辞没问题 有无血读条 进步区肯定输 那我已经纠正了这个观点了 对吧 进步区不一定输 有50%希望的概率 赢得这场比赛 也许没有50% 也许他没有机会 收掉不连师拿到桃子 也许不连师会被孙坚收 但是进步区不一定说 好 那孙坚天明七桃子 我也跟大家解释了 过了 他说你不要站在内的立场 去考虑问题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句良心话啊 我打牌 从来都是站在每个人能赢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你想赢 你应该怎么打 主公你应该怎么打 你能赢 忠诚你应该怎么打 才能赢 内奸你怎么打 才能赢 而那局比赛 我是反贼 我反贼怎么打 我能赢 当然我是反贼的同时 我也在看大局 我看看 哎呀 这个主中有没有优势啊 如果主中这回合这么出牌 反贼是不是就崩盘了 如果内奸有什么什么续报 是不是就清拳场了 我也在时时刻刻 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 他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 或者说他能不能左右一个比赛的走势 重重挂闪电 就说明我赢不了了 我要挂闪电了 我太弱了 对不对 无论我是内 我是主 还是我是忠神 还是我是反贼 我挂闪电给大家希望 就是我赢不了了 就这样吧 对不对 看一看运气了 开始拼RP了 因为我非常的招聘 有一丝赢的希望 我都不会挂闪电的 好 他说左辞没有布区 才是正确的打法 然后这个叫做大哥不上网的人呢 就跟我在优酷 关于这个进行了一个评论啊 我已经跟他说很清楚了 问题很简单 左辞进布区了 万件布链尸八卦 孙间收不掉布链尸的概率是50% 左辞还可以试着收布链尸拿三排 回到正常状态 找个化身挂着继续打 退步来说呢 就算左辞不区了 没收到布链尸 布链尸撸了之后 过牌都可能杀左辞 正好不去两张童话色 那没逃就的话 反贼依靠自己赢 而不是跟着左辞自己 而不是跟着坑进了左辞躺赢 对不对 我觉得左辞进布区 三个人都有机会赢 无论是布链尸 还是孙间 还是左辞自己本人 但是左辞选择布区 就直接死 那就是反赢 对吧 我重重被左辞送了一局 躺赢了胜利 我不开心吗 我刘峰全场都在打酱油 因为我摸不到距离 对吧 我摸不到距离 我摸不到闪 我还被貂蝉天天离间 玩得要死要活的 我躺赢好开心 但是呢 但是是谁送我躺赢的 是谁放弃自己赢的机会 那左辞你不想赢 貂蝉不想赢吗 貂蝉跟王毅 都是我工会的玩家呀 人家是过来 是过来 人家选将问题不大 对吧 尤其是貂蝉这个选将 非常的好 王毅呢 可能弱了一点 但是王毅该密集 该密集该真烈 什么玩意他都做了 对不对 也给牌了 该做什么也都做了 还成功的吸引了 反对曹屁的一轮番 但是呢 你做什么了 你这个大主公 你除了不知道方天 最后一张牌该三杀以外 你早早就挂出不屈来 用得着吗 好 然后这个 这个大哥不上网 在我说了这两句话之后 他说了 他说你们是群内 人左词是路人打法 就是要压榨那个桃子 他说的是压榨 压榨这个词 是中性词吗 是褒语词还是贬义词呢 我不解释了 大家小学语文 应该都是及格的 好了 然后他理解 他这么给左词找理由 他没说左词打的对 还是错 刚开始他说左词打的 完全没有问题 左词不屈了 左词进不屈 他就输定了 现在他不说了 他说的是 你们是群内打法 你们合伙欺负路人 你骗他你的朋友 你路人打法就是这么打 路人打法就是这么打的 怎么怎么怎么的 路人局左词 那时候肯定就让孙仙救 好 我跟大家说啊 三果沙不存在路人的打法 还是群内的打法 大家只选择一种打法 那就是能赢的打法 你怎么能赢 你就怎么打 除非你压根就没想赢 那曾经有一个非常经验的截图 玄域内 他说了一句话 我压根就没想赢 如果你压根就没想赢的话 你可以不玩啊 你玩了 你又很渴望赢 然后你又不赢 你放弃自己赢的机会 我想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一个游戏你都搞不定 那 那你们等我说什么的啊 怎么说呢 我想跟大家说 对于选左词主的人 那这位玩家ID 我也就不重复跟大家说了 录像里都有啊 大家可以去二区搜索一下他 你可以看他常用武将啊 那个 这个 他的武将超越了我的偶像瓜神 对吧 人家瓜神只不过六百盘邓爱 五百多盘曹冲 然后他跟我说了曹冲是他刚买号 他刚买曹冲的时候 他的一个这个这个 呃 现实的朋友吧 觉得曹冲很好玩 然后就每天玩曹冲 每天玩曹冲 给他玩六百盘曹冲 瓜神说他的号里边是关曹冲的 他自己玩的时候 而且二区置顶房全都进曹冲吧 他在他在置顶房也没有办法选曹冲啊 他说他这个邓爱吧 是因为别人 就是他他死了 他他也在旁边看着啊 然后这个这个得等大家 一等就是一个点 所以他就选邓爱 这样死的晚一点 所以我也很理解 把瓜神的邓爱跟曹冲抠出去 瓜神第一篇的武将 起码有鲁肃 有寻遇 有二章 啊 有寻忧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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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只不过六百盘邓爱 把我吓着了 但是这个人 他第一篇的武将 几乎一水的张春华 终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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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说什么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截图看 省着又说我开始黑人啊 我只想说 技术是一个一个一个方面 对吧 坑人也是一个方面 你这个人品也是一个方面啊 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赢的话 你就不配赢 你曾经我也有当过忠臣 然后主攻坑内 我就跟他说一句话 我说你撕票 撕 现在就撕 不用管他 对吧 主攻出桃就反贼 那那间你就设呗 对吧 主攻都把桃子去救一个 反贼了 AK反贼 设了一把牌子曹丕 你有什么不可以设的 那他主攻就还有桃呗 主攻既然出桃就AK曹丕了 他曹丕拿了二十多张牌 手边一个大AK 那那你 那你 你不设 难道看着左 难道 难道 那你不设死曹丕 难道看着曹丕 兔兔孙权吗 设 对吧 我我我 我就说你设 没关系 主攻出桃就曹丕了 出桃就二十张牌的曹丕 曹丕挂了大AK 那个那个 那个主攻还在翻面呢 那主攻肯定有桃 设吧 然后袁绍就开设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说 好的游戏环境 是我们共同营造的 如果你认为左词 真的不坑内 或者说你认为左词主 真的是一个可以在三国杀 online这个体系当中 你玩的开心 好 主攻开心 忠神开心 反贼开心 内奸开心 大家都开开心心 乐乐呵呵的 无论输赢的话 你可以尽情的去选 你可以尽情的欺负那些 武将不够全 对吧 人家说了 哎呀 我只有 中会跟姜维内赢过 只试过姜维中会赢 那有的人就是没有姜维啊 有人就是没有中会啊 虐死他们 对吧 虐到他出血 虐到他吐血 虐死他们 让大家都见识一下 左词神将啊 单卖多少钱 好像单卖一百多吧 然后开二多个武将 人民武将赠 就光左词那皮肤啊 就是那个 配那种那个皮肤啊 光那个皮肤就 就一百多块钱吧 也不九十八的啊 对吧 人家 人家online 那个左词还只有 只能化身烽火山林呢 还不能化身一将呢 那我们玩日神的时候 那那左词 那个回合外曹植 回合内肝宁 拆空全场的 对不对 曹植捡的全是黑 黑牌没花神码的 那种那种各种流弊的化身 都没有出来呢 对吧 回合内孙权 回合外徐术 这都没有一将二将 没有三将化身的左词 是不完美的左词 在online 大家都玩的乐呵呵的 happy happy的 就选左词主啊 悬 那间就跟左词主玩 我相信 随着大家打牌水平的提高 总有一天 你们的观点会跟我一样的 我把话放这里 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抵制左词主 就像抵制曹宗主一样 凭什么曹宗在我们二区支顶房 就是没有办法生存 你在二区的支顶房 你选曹宗 你试一试 个别人可能会说 哎呦 我房间不进曹宗 我进大嘴 但是你选住曹宗 我可以跟你打宝票说 场上这八个人 绝对会有人跳出来说 哎 你不知道支顶是进曹宗的吗 你怎么在支顶选曹宗呢 绝对会有人说的 你就二区支顶房 对吧 至少你在二区支顶房 你选曹宗主 你看是不是全场七个人去把你打死 然后重开下一盘 别的区 我不敢说 但是二区绝对是这样的 我相信这个东西就跟社会的先进是一样的 在大家的认知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们一定会抵制这些 这些不合理的 即使它存在 对吧 那你说啊 这东莞存在这么多年啊 这个扫黄打飞神马的啊 它存在这么多年 它合理吗 它不合理 对吧 你可以说啊 它被踹掉了 那以后它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东山再起的 又会有这么一个 这个经营的集团呢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 对吧 这个玩意是什么扫不尽啊 叫什么这个 这个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对吧 但是总会有人抵制它 总会有人去这个 这个从心理也好 还是从行动上也好 去抵制它的啊 我相信会玩三国杀的人 或者说想好好玩这个游戏的人 他们是不会轻易的去选左辞主 他们在左辞主攻击当内间 也绝对不会死中到底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 大家都会玩内 都会控场 都会玩控场内的 控场是内奸想赢 唯一的一个出路啊 所以呢 我也相信 就是说我的这些说法跟想法 早晚有一天会实现的 也许实现的那一天 大家已经不玩三国杀了 三国杀上来已经黄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会面纱 对吧 我们这个就跟扑克一样 扑克牌这么多年了 那三国杀就算 online它没有了 但是我们手里的实体卡 永远都是有的 我不相信在面纱的时候 会有多少人会选左辞主 去坑他的好朋友 你把大家 夸 招来八个人 一桌 我就想操你的 我就想虐你的啊 面纱的时候 我就想 操死你 我才爽 对吧 面纱我在 哎呦排不好 来来让我重新摸四张吧 对吧 没有人会是这样的 真的 好了 那话说的比较多 我希望我的这个视频 出来了之后呢 希望大家反思一下 作为三国杀online 你选主公应该怎么选 选内奸应该怎么打 应该如何 考虑别人的感受 玩左辞主的人 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别人的感受 如果你选左辞中 如果你选左辞反 总会有人去打你 左辞中 我不是很推荐 但是左辞反 主中要赢 不用内去打左辞 主公 忠诚 三个人就会帮着内奸 去杀左辞 但是 但是 就是说在左辞 没有那么逆天的化身的时候 可能左辞就被秒掉了 就算左辞有逆天的化身 也一样有人帮内去杀左辞 但是当左辞是主公的时候 帮内杀左辞的人 那是 那主公死了 那天就输了 对不对 最后的这个问题 你可以说 左辞的化身不确定性 让我觉得很刺激 很美妙 很好玩 当左辞 一写的左辞 忽然亮出一个元哨 去清全场的时候 大家会感叹 我 我操 左辞神将啊 清场了呀 真牛 下次我还是要选 其实你换个角度想想 也许你初始选四雪的元哨 你一样可以赢的这场比赛 左辞有 左辞有杰命 对吧 有屈虎 屈虎的同时不能杰命补牌 有的时候是很蛋疼的 左辞并不完美 但是左辞非常的坑 所以呢 我特别希望大家慎重考虑一下 左辞当主公 四雪主公 大家慎重考虑一下 那么左辞主公觉得内奸 你们也要想清楚 是不是你们 让左辞主到处横行霸道 是不是你们 惯的左辞主 这么牛逼 是不是你们 也是让左辞主 在online横行霸道的一个 助推的这么一个道具吧 或者说助推的这么一个因素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左辞主在我的房间 或者说 在我重重在场的情况下 左辞主公局 他就不会 左辞主就不会使劲的坑 比如说这局 比如说这局内奸就非常的有希望赢 你可以说啊 也许是 也许是孙坚打牌的水平好 也许是孙坚的运气好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 为什么在路人局 左辞主就那么容易赢呢 我每天收到左辞主赢的录像 不计其数 各种啊 什么神话神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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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只想说一句啊 大家 如果希望自己的游戏环境好的话 每个人都是要做出努力的 如果你见到左辞主 你那间你就当中打 好 我那天上来 我看见反贼跳了 我九杀一刀反贼 乱上一个反贼 贴错一个反贼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玩 真的 你倒不如托管 托管哥15分钟回来瞅瞅 哎 反贼死了俩 终生死了一个 好 开始 对吧 将来我会给大家发一盘录像的 叫做托管神迹 教你做人 当然了 这个跟左辞关系不是很大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托管他所带来的这个 全程托管啊 可以看一看 这不是余神这样的托管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好了 然后我希望大家 能早一点认识到左辞这个武将 他坑爹的地方 他无耻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早一点认识到 越早认识到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你不能说我偷着乐啊 我捡个便宜 我左辞赢了一局 我爽了 但是你早晚有一天会被左辞虐的啊 我们 我们公会有个人 呃 他就是有个人 就是有一个人啊 他不是我公会的 他特别喜欢选左辞 然后我公会原来那个人吧 他就是每次他都不跟那个左辞一伙的 然后被那个左辞血虐 当他好不容易有机会 一轮把这个左辞秒掉的时候 玩上这个左辞就跟着队友躺赢 所以他几乎一次都没有赢过这个左辞 就这个选左辞玩家 这个玩家他就是点将左辞啊 什么身份他都是左辞啊 主公左辞那间左辞 忠诚左辞 反对左辞 左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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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里都是左辞 然后因为我跟他是好友 我只能 我只能嘲讽他 但是我不能非了他 对吧 我只能哎呀 对他冷嘲热讽啊 当他被秒了之后 我就说啊 白白你又被秒了 我还说你知道吗 结局就是他跟着我们躺赢 然后我就感叹 怪不得人家要选左辞 因为人家选左辞 人家能赢 人家人家专业坑那间 坑的那间嗷嗷叫 但是下局那间 一样不知道教训 不吸不吸取教训的 嗯好了 那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啊 大家自己去衡量去考虑 嗯我不知道别的去的情况 但是我们二区已经可以完全的在制领房抵制曹冲 至于你们别的区是怎么样的 我不清楚 我相信呢 嗯 我相信大家早晚有一天 会给彼此 会给自己 会给自己的朋友 创造一个良好的游戏的环境 去除一些 嗯 由于武将设计本身的失衡 和online的他的这个游戏的体制 所带来的一些弊端 让大家能更好的 嗯 利用网络提给我们 提供给我们的这种 就是说 一个便利吧 因为呢 因为毕竟你在现实中 撸掉 撸起八个人正好都有时间 然后一起杀 这种 这种这个难度 是要远远高于 在网络上 大家杀一盘的 所以呢 我们要珍惜 online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机会 对吧 一个很屌丝的游戏 一个你只花200块钱人民币 你就可以玩的赚的屌丝游戏 这种屌 我说这个屌丝 意思就是说 它很省钱 如果你想玩 玩好这个游戏的话 你只需要花一点点的钱 投入进去就可以了 而online给我们提供 这么好一个平台 跟各种坑间的网游比起来 这个根本就不烧钱啊 嗯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一起 嗯 营造一个这种和谐的环境 嗯 不撕票 是最基本的 但是 嗯 但是你不能这么样去打一盘游戏 你不能不考虑内奸 你不能说 啊 你救我吧 不救我你就输 好 不救你 我输了 你也输了 有意思吗 为什么你不去 你不去争取一下自己赢呢 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玩孙权的人 孙权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孙权有两张牌制衡 就可以三血 三血裸奔过 就可以继续打下去 嗯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很喜欢玩孙权的玩家 啊 因为他永远不会放弃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 嗯 怎么说呢 如果你有什么观点 你可以留言跟我讨论 我特别想知道 在现阶段 就是说 你们对左思主是什么一个认识啊 因为 嗯 山包上的时候 左思上了 记不清楚了啊 上很久了 反正我玩左思主 我接触到左思这些武将 很久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记不得他 当然是什么时候上了 嗯 好吧 那就说到这里 嗯 那就这样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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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